今天下午3点多 南澳乡南澳南西出海口 一辆来自新北市的皮卡车辆 翻覆在沙洲上 车上4个人共1男3女受困在车内 消防局货报派出的南澳 以及观音分队救灾人车前往救援 我没有车车 我没有车车车 你那个韩兜路我都抓紧 韩兜路你抓紧 你车车车车车车 现场附近有沙滩车 业者以及游客也立即协助抢救脱困 顺利将车内4个人来救出 没有外伤不需要送医 宜兰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